到树林鹿角溪人行步道运动 竟然目睹二三十头的水牛 莫锦铭正描述这段过程 印象深刻 也把惊讶看见水牛的经历 在脸书社团 我是树林人贴文 直呼好像来到野生动物园 我们从鹿角溪的人行步道走出来 然后我跟我先生一起去运动 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的 大概有二三十只的水牛 很大只 然后我们就变成在那个牛群当中 原来这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地北渊里长王仲青说 大约七到八年前牛只就出没 更曾把步道旁的水沟给踩换 甚至整群跑到马路 导致交通混乱 威胁民众生命安全 希望高滩处能尽快处理 这群牛在大汉西跟三峡西 出没应该在有七八年以上了 对民众来讲非常大的压力 也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请相关单位能够把这群牛 把他尽速处理掉 据了解四组市民七群老翁 新北市高滩处表示 河川区域内有牛只违反水利法 去年底已对四组开罚 目前已做公告并沟通多次 八月三号前限期改善 预计八月三号之前 如果牛主他不把牛只做一致的话 那我们后续我们就会委托给 合格合法的业者来帮我们做一致的动作 牛只出没鹿角西大汉西提判 有人被吓到 有人习以为常 更有人关心通报后牛只是否会被安乐死等问题 不管如何 最近到鹿角西一带运动的民众 请提高警戒心 注意安全为首要 记者梁静的美学树林报道